大家好,又回到《點子風水》這麼簡單 我是黎sir,今天有個嘉賓叫James,是做配對公司的 大家好 今天的題目是40歲單身,具有性格缺陷,如何找對象? 說這麼特別的問題 最近好像有一宗新聞是說類似這樣 有個被譽為娛樂圈金牌梅隱的演員,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阿博,他接受訪問,他說過過了40歲都仍是單身的人 性格一定是有嚴重的缺陷 事實是這樣嗎? 或者如果你真的過了40歲,你有缺陷,你還找不找對象? 或者我講一下我的看法,好嗎? 在你的行業來說,40歲單身多不多,去找你有佔的比例有多少? 40歲或以上,要找對象的人都相當多 你也不是說,計劃潮數三成、四成都是過了40歲的男男女女,都是要找對象的 為什麼呢?我就不知道了 為什麼我不知道呢?不是我不去了解他 而是說,在我們的角度,他是要找對象就找對象,不是找對象就不是找對象 其實我不是很需要知道他為什麼,他單身就找對象,我只知道他結過分了 至於你說性格沒有缺陷,來不中都有人問這個問題 來不中有些客人問,過了40歲的人,過了40歲的人是不是 性格很有缺陷,過了40歲的人是不是很有問題? 通常很有趣的,很吊詭的位置就是問這個問題的人 他本身都過了40歲的 其實你要找對象,你是不是需要去了解這個問題? 40歲的話,你會畫以上是否,性格有缺陷,還是你其實不需要理這個問題 你去找對象,找一個對的對象就可以了 在我角度,我覺得,如果你覺得,過了40歲,每個人都有問題 不要找對象,你的下場,你的結局就會沒有對象 在我角度,這樣就不是太好,任何年紀,甚至乎你這樣計算 如果你是40歲,過了40歲,性格有缺陷,難找對象 過了50歲就更難,還有問題 過了60歲就更難,還有問題 如果你是再等,40歲不找,50歲不找,那就越來越難 因為找對象,未結婚的人就是金字塔來的 因為找對象,未結婚的人就是金字塔來的 年紀,認識婚年齡呢,大概20多到30多 現在就比較遲了,通常是30上下,30多 去到40歲都未結婚的人很普遍 是不是性格有問題呢?我覺得是不需要探索的 兩個人在一起,最重要是兩個人合不合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性格的特徵 最重要是你是不是去找對象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不需要猶疑,也不需要去考慮 最重要是你是不是認真,或者有心去找對象 不知道李sir怎麼看呢? 其實很簡單,在五行的角度,大家的八字命盤 很明顯是某一方面,可能會偷偷一邊 偷偷一邊的意思是,可能他嚴重地欠水 通常來說,五行欠水 欠水不是說他沒有錢的意思 其實水是指智慧、思想 如果在顏色來說是黑色 如果在膚色來說,可能那個女生是金水重的 傾向於白正 或者是本身那個女生是比較多事情想的 或者會想到一邊也不奇怪 但是呢,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缺陷 或者是一個欠缺 但是相對來說,他找對象的時候 會找回另一半是塌塌陷 一塌一塌,一塌,一塌,一塌 其實人生來說,有缺陷其實是正常的 那為什麼要兩個人一起呢?其實是互補的 互補不足 李老師的意思是,其實很多人都說 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難聽一點說 一個怨打一個怨挨 大家兩個人能夾到的 你不要理我 一個人喜歡被照顧 一個人喜歡照顧人也好 一個像我一樣 我多話說,我就不停口 我太太比較少說的 她喜歡聽我說話的 可能是這樣 是缺陷來的 我經常說話不停口 是缺陷來的 我太太不多 喜歡聽人說話 都可能是缺陷來的 啊,這麼巧被她找到她了 大家在一起可以生活到 可以發授刀 其實這樣 是一個最好的配搭 就不是那些缺陷 找不找到一個人 去跟你合作 包容 甚至乎是夾到對方 我理解對不對 其實如果在命格來說 一個人的八字 是有些欠缺 他的五行屬性 在對方找到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人在一起 就相對上可以平衡到 圓滿到大家的八字的組合 兩個八字即是十六個字 這樣來講 去一起去相處、去共融 一個 譬如你是喜歡說話 對方是民政 與此同時 他還有一個特性 他是一個聆聽者 他聆聽者 他也會包容你所說好的 或者不好的東西 其實兩個人可以有互相正面的影響 如果我這樣很簡單想像 我和太太 或者很多人都是這樣 一個比較喜歡運動 一個就不太喜歡運動 如果我想陪伴對方 而從對方去做多些運動 其實自己的身體都好了 尤其是現在疫症 我們事業了這麼久 都是時候做多些運動 其實那件事更正面了 是啊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要一個正向的思維 正面的想法 所謂坊間 很多人說性格缺陷 或者譬如有些人去找對象的話 他想找一個類似他自己這樣的性格的type 其實是對的 不好 反而更難 因為他不了解 其實原來 譬如一個很強硬的女強人 他在事業上是做得很好 但是他把這件事搬去感情的話 他一定會失敗 通常一些女強人可能會照顧開人 或者他的下屬都很 take care 聽他話 聽他指示 是的 與此同時 你搬在男女感情 你依然一個高姿態 很強硬的姿態 其實是很麻煩的 如果他找到一個 又真的聽他話 真的聽他指示 這樣會不會是一個好事 這個是好事的 他需要那個男士 有機會沒有那麼強勢 可以適合給他照顧 你不要要求對方一個很高強 或者很有氣勢 這個未必一定適合他 那件事其實很如妙 好像經常都說太極兩將 很簡單說 這種性格一粒一粒 比起兩個粒一粒的 可能更加好 大家更容易夾到 其實在我們角度一樣 在我們角度一樣 很多時候 我聽很多客人說 剛才我舉了個例子 不是說笑 是真實的 就是根本女士不是很運動的 男士喜歡運動的 他們在一起之後 經常行山 經常去做多些運動 女士都說 是做多了很多運動 叫人都健康了 精神了很多 其實可能就是好事 反過來 可能我們聽過不少個案 男士喜歡很有品味 喜歡看歌劇 喜歡看一些很難得可以看到的表演 這些不是價錢 不是便宜的 女士可能不懂 慢慢去看看 學一下 跟男士去聽一下 從中學到 又找領域組的趣味 找到當中的趣味 那些人都會有多了一個話題 其實那件事不是更好 那件事是 這個你說 在另一支人眼中是缺陷 但其實如果你可以接納一早 可以包容一早 甚至可以忌忌陷 這個不是缺陷 這個是互補 這個是優勢 我的理解 對不對 師傅 沒錯 或者今天我們總結一下 其實就是 對於年紀來說 無論你是40歲前或後 你了解了自己的優點與缺點的話 其實就會容易些去選擇對象 不要執著自己 我有一些這樣的缺陷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上 對於對方來說是一個優點來的 所以大家謹記這件事 其實對於找對象 或者是做人方面 其實也會起到一個正面積極的作用 其實是一樣的 在我們做配對是一樣的 有時自己 他未必看到自己最對的這件事 我們是一個第三者 客觀一點點 我們會看到 原來他們兩個人 一個喜歡玩狗仔 另一個雖然不喜歡 但是可以從一個玩狗仔當中 學巧照顧 學巧養蔥物的趣味 其實都是好事 兩個人在一起 比起兩個人的性格剛強 兩個人的性格針鋒相對 可能更加容易一生一世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有性的缺陷 甚至可能這是你的優點 OK 今天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李Sir 歡迎來到點子風水這麼簡單 我是李Sir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 抓伴侶應以結果為目標 好 James又回到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分享一下這方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見 因為深無異用,不會別有用心 結果就是希望找到一個對象可以結婚的 可以白頭盜老的,可以幸福快樂一世的 用這個結果為目標,用這個目標去進發 中間過程是怎樣做呢?其實是不重要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很多人都會來找我們諮詢時,會覺得 我用這個配對的方法找對象,是不是很魚呢? 是不是很肉酸呢?是不是很噁心呢? 我又不太明白了 或者是否覺得是很差的人,很不行的人 才要找配對公司,找婚姻介紹所,找對象呢? 如果你這樣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會覺得 如果你這個隱憾一件事就是 你覺得找到對象的人就很不行 找不到對象的人就很不行 但是去婚姻介紹所而找到對象的人 他是入不可以變成了可以 向上流的機會呢?還有 你寧願是找一個向上流的機會 還是繼續停留在你認為最不行的 找不到的階段呢? 這個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永遠都是停留在你認為很不行的階段的話 你不肯再去改變 你不肯去踏出一個與結局為目標的那一步 其實你永遠都是更失敗的 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去婚姻介紹所很魚的話 還是單身會魚一些? 你覺得去婚姻介紹所很慘的話 還是單身會慘一些? 你要考慮清楚了 這件事 來不中有些人會這樣去認為 當然我們是不同意的 我們是不同意的 你寧願自己一個人 孤獨中老好些 還是找到一個伴侶中老好些 所以 途中很多人都會緊緊 如果在配裂公司找到一個對象 給朋友知道不是很魚 給親人知道不是很魚 其實你需要跟別人交代 怎樣去找對象呢? 我不知道你認識多少人 有很多人都會在結婚的時候 玩新娘的時候 都會問你 喂 你怎樣認識對方的? 兩個怎樣? 你會問 是邁後的 我不知道你說的故事是真還是假的 不過我相信不會有人確認 應該沒有什麼人知道 你兩個是怎樣認識回來 也其實沒有什麼人擔心 你去參加別人的婚禮 你擔心一些東西好不好吃多些 還是擔心那兩個人怎樣認識回來好些 我又看一些東西好不好吃 我就不想知道你兩個人怎樣認識 所以 很簡單說 找對象 以結果為目標 不要你的過程 不需要你的過程是朋友介紹也好 親戚介紹也好 你說參加課程也好 什麼都好 或者來我們配對公司也好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有沒有與結果為目標 我們的角度呢 可以暫時分享到這裏 李Sir 在你們的角度是怎樣看呢? 很多客人找我們去看因緣 其實第一個問題 他就問 喂 我的真命天子會何時出現呢? 當然我們會講到一個時間性給他聽 講到幾準的 會不會是那一天還是那一段時間呢? 通常我們都會講流年 甚至乎月份比較清晰一點 當然你在一個有理的時間去結識 成功機會率是高的 亦都帶出一個問題 很多人不去探求自己的性格問題 但會不會告訴你 用什麼方法認識到這個人呢? 我反而會跟客人分析了 譬如他過往的感情經歷 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常常遇到都是爛桃花 或者是對方會有第三者 這個在命格上絕對可以看到 單憑這個女仔或者男仔 看他自身的八字都可以看到 不需要看另外一半 即是他自己的八字是這樣 所以他遇到的人 就是同一類人 都會是爛桃花 都會有出鬼的情況 是的 這件事是本身自己的命格 帶下來的 是先天的 應該怎樣改善呢? 首先我們一定要去了解 清楚明白這件事 與其跟他單純說 什麼時候有姻緣 什麼時候有真命天子 這件事是一定會發生的 只不過就說 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即是說 告訴你 你會未來有一個男仔認識你 但是他亦都有這樣的傾向 即是說難桃花的傾向 那究竟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傾向的意思是 他意識裏面覺得對方是難桃花 命盤告訴我們 他將會遇到那個男仔 傾向以前認識過對象 有雷同的遭遇 這件事來講 究竟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是否真是 這是他的真命天子? 可以是 或者可以不是 但是如果我們不幫他 去清除一些他過往的那些 舊有記憶 或者是一些負能量 或者負面思想 其實性格是最難改的 但是不是完全改不了 一定要認清楚他本身的性格 配合不同的時段 去做一個正確的選擇 這個真正能幫到他嗎?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很多客人 他都過往是有一些 他當然有些經歷的 因為他經歷就影響了他的判斷 可能他受過程被人傷害 又或者他真的好像你所說 遇親的都是難桃花 遇親對方都會有第三者 很多時候都會 這些經歷令到他會以為 他會以為 或者他會認為下一個都是這樣 以後那些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覺得每一個人 我每個介紹給你認識一個人 都是一個新的故事 你不要當是以前那些 這個完全是一個新的故事 你應該重新去認識這個人 他不一定是像你這樣想 他一定是跟你以前那些 那些壞事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不應該 這件事就不太應該發生 或者我這樣說 譬如我們用一個比喻 去做一份工作 想去一個新的環境 換一份新的工作 但是 有一個新氣象 你沒有意識到 我需要學習一些什麼新的技能 或者過往有什麼不好的習慣 你去換一個新的工作 不代表你有所提升 也都重蹈覆轍 為什麼你做下去之後 會依然的遭遇差不多 或者是這麼難升職的 或者是同事針對你 或者是老闆不想認識你 那有沒有去檢討過自己的不足之處 與其去換一個新的工作 不如我看回自己 有什麼缺陷 有什麼不足之處 需要去學習 需要去提升 還有最重要的是 香港沒有這些數據調查 在外國也有這些數據調查 經過配對公司 經過分享介紹 去找對象 的離婚率 是最低的 這個真是結果為目標 是一個優勢 因為你去用其他方法 你去用交友平台 去報課程 其實那些人未必真的想找對象 交友平台很多欺騙事件 我不免得 大家看新聞都看到了 你去進修報課程 那些人是想讀書 未必是想找對象 甚至乎可能已經有結婚都不定 來配對公司離婚介紹所 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找對象 這正正是以結果為目標 那大家都有心想找對象 已經是時候 其實找到真正的對象 找到對的對象的機率 其實應該是最高 不應該是最低 應該是最高才對 麗Sir,你怎樣看? 其實很簡單 即是說 無論男生好、女生好 其實他的意識 今次我去配對公司 其實是真正去找對象 打個比喻 譬如我們去結識一些朋友 我們去商會 商務交流 其實大家已經有共同意識 去交換話題 去講生意 不會講你家裡的子女 或者是你其他 不是家長會 在討論如何教女 討論如何找到商機回來 大家的目標就是這樣 在配對行業來說 我想就是 你能進來 一定是想找對象去結婚 過程中也篩選條件 其實是加速了這個目的 所以 以結果為目標 其實這件事 所以 這個想法 在配對找對象 可能是正確的 也可能是很幫助大家 去找對象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今天來說 我想說到這裡為止 有機會 我們再請James 去分享其他 在配對一些有趣的事 好啊 我們都是以結果為目標 希望大家 真的找到對象 用這個結果為目標 不包你找到 機會率都很高 大家都去爭取一下你的幸福 好嗎 多謝了 多謝李Sir 多謝你的邀請 歡迎來到 《點子風水》這麼簡單 我是李Sir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 《逆經愛情潛意識拆解》 也有嘉賓James 大家好 今天所講的題目 比較特別一點 潛意識 就是潛意識 為什麼跟逆經有關係呢 今天我們依然講 一些愛情方面的訊息 通常來講 一些朋友就說 去做一個占卜 卜卦 看一個逆經盤 我們都很容易分析到 究竟他現在的感情狀態是怎樣 過往的經歷是怎樣 這些是一個表象 與此同時 我們亦都分析到 他未來的趨勢是怎樣 他亦都來講 譬如他有一個對象的話 我們看到 結局很好 通常來講 一定看到的 這是一個表象 但是呢 亦都有些朋友 譬如 遇到亦都是爛桃花 或者對方有第三者 通常來講 卦象未必那麼理想 這個亦都會很清晰看到 但問題上 潛意識究竟是說什麼呢 其實的意思就是 過往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或者他本身太過付出 去對待他的男朋友 沒有那麼愛惜他自己 往往去為對方著想 以為這樣去付出的愛 會有一個好的修成 但是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他太過付出 忽略了他自愛 即是說他自己都不珍惜自己 為了去討好男朋友 去不斷去為對方著想 或者去煮一些湯水 他家裏有什麼問題 去無微不至照顧 這樣來講 令到自己一個好像母親一樣 完全付出的狀態 以為有一個好的結局 其實這件事 通常未必去如他們所願 我們會透過了解潛意識部分 其實要他們學習如何自愛 要他們自己自愛 其實才會容易別人會喜歡他 或者是長久地跟他們相處 那麽好了 那麽好了 阿James 那麽你過往也都曾經 經驗的分享 就說有四十四次去相體 那麽你是由一個 不好的潛意識狀態 爲什麽變成這麽積極的狀態呢 我不是很懂得分 師傅你幫我分 因爲其實我的情況就是 人到某一年多 老實說三十多歲了 那麽你只是看著自己身邊的朋友 就是以前 一起通宵 劈酒 一起玩的朋友 陸陸陸陸陸都已經結婚了 有家庭了 有小朋友了 過時過節 你找他出來 說不行 要陪老婆 陪小朋友 某些情況 出來玩 不行 我小朋友考試 我要陪他讀書 你知不知你發覺 這是人生很必經的階段 因爲人家已經建立了家庭 你沒理由去騷擾別人 沒理由經常要阻礙別人 你知不知朋友又六七個 變下變下 只剩一兩個 沒有了 做這個時候 你都要認真真想想自己 未來應該是怎樣的 亦都是 我弟弟比我早結婚很多 在我三十歲 我弟弟28歲那年他已經結婚 我三十多歲的時候 我兩個侄女已經很大 已經六七歲 他都覺得奇怪 爲什麽 伯父你沒有老婆 爲什麽爸爸是你弟弟 會有老婆 爲什麽會這樣 不要說親戚朋友 久不久就問問你 爲什麽會這樣 爲什麽找不到對象 發生什麽事 這個都已經不算了 你自己都要想一想 爲什麽真的認真要找回那個對象 爲什麽 以前就做 我做傳媒那一行 我以前做傳媒做記者 那時候 找不到太多錢 所以就不太敢想 找對象 去到我三十多歲 就沒有做傳媒 接工作 做其他不同的工作 各式各樣的工作 做一下 錢就賺到一些 老婆本也儲到一些 但是 沒有老婆 也不是辦法 去找對象 其實 自自然然 去到那個階段 自己也想找對象 身邊你朋友也好 親戚也好 他都會來不中 都會介紹給你 不如認識過一支 不對就沒有辦法 再找其他辦法 什麼方法 我都試過了 說得出的方法 我都試過了 網上交友也好 去Party Speed Dating 也好 單對單對相看 我全部都試過了 因為我發現 網上交友 非常多詐騙 非常多騙子 不要再參加 不要再搞了 去Speed Dating 只能搞 旁邊那兩條好帥子 我已經很麻煩了 單對單配對 怎麼都好些 因為大家看了相片 看了資料 都已經過了第一關 同意了 大家先約會 其實會議 起碼大家都容易很多 掌握 最少資料 要去談都容易很多 大家真的有誠意 單對單配對 是比較有誠意 最終 沒有放棄過 因為 幸好我做記者 以前幸好我做傳媒 每個人都是一個 可能只得談談的對象 因為可能發掘新聞來源 在不同的人身上 每個人都談談都沒有懷 就算不是說 找到新聞 有啟發或者衝擊 可能新的東西都好 認識多個朋友 沒有懷 認識一個朋友 完全不認識那個行業 如果將來遇到 關於那個行業的工作 都可以請教一下 大家都可以認識多個朋友 可以請教一下 所以我只希望 有個版本 我只能找到一個女士 大家感覺到他們 可以粉絲 都可以結婚 所以找到我的對象 很多都是 經歷的 經歷的絕對 我經過的經驗 要推介給人 我經常都叫人 唯有幸福 叫主動 唯有主動才能來找到對象 所以我經常的去 我會教別人這件事 自己開一間配罪公司 希望將我的經歷去影響 以生命影響生命 影響所有的人去主動找對象 我不知道這件事跟潛意識有沒有關係 我不懂得分 可能你是比較積極 向上 是比較積極 去到那個時刻 不適忌就不行 因為時間不是剩下很多 三十元尾 再不適忌就很麻煩 年紀越大就越難找 我也知道 有些朋友過往感情的創傷 可能未必走出陰影 這些我們有很多個案 先說一會 待會我補充 你叫他去主動 其實他的情傷 負能量 負面情緒 他未必擺脫得到 其實他是很難去積極的 其實我現在經營配罪公司 以前做傳媒人 現在做媒人 其實很多這樣的個案 有些人來到告訴我 剛剛跟男朋友分手 也有 或者分手幾年了 都還在等男士找他 也有 或者以前被人欺騙過 被人詐騙過 騙婚 遇到爛松花 遇到對象都是有 如果對象都有第三者 都有 其實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覺得過了去就過了 因為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不覺得以前的事 未來會不停重複發生 如果對象都不會這樣 怎樣都應該 每一個人 如果是信宗教的話 神是叫你在世界上找回另一半 你要去找才找到 你不信神的 你都看看 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一對一的婚姻 你必須找一個對象去結婚 人類的社會才能生存 你爸媽都遇到 生了你 才可以有你在 你應該找一個對象 做一個家庭 生一個對象 人類社會才能生存下去 這是最基本的 的確是的 如果有些人 過往有些經歷 影響了他 今時今日的決定 但是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 會不會走出主動的一步 走出一步 接受一個新的方法 配對 去找對象 可能其實 對於你人生 可能是 另一個世界 你沒辦法想像到 原來我自己也是 其實當時我未去配對 我也不知道 配對之後 配對幾次我發現 咦 原來我也有些市場 不是完全沒有市場 是有的 我當時才發現 跟潛意識關不關 你比較正面一點 我們的職責就是 幫人分析 命盤 逆經盤 與此同時 我們也會分析 潛意識 用一些正面的語句 把負能量化負為正 你才可以踏出一步 更上一層樓 真正主動去明一個對象 這其實是我們的工作 坊間太多朋友 純粹去批命 因為他們批得太多了 純粹想了解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個真命天子 什麼時候會有個好的桃花出現 其實他們未必去了解潛意識部分 所以未必真的做到這麼好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就算被你批倒 被你很準確地知道 你的真正桃花是哪一天出現的 但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 你會佛系處理的 其實可能也是會沒有的 很好的 就算被你出現出現一個桃花 一個男朋友 其實如果氣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其實好不好呢,不是在乎於對方的,是在乎於他的內在 他內在的負能量沒有處理,他的細胞記憶依然是循環到以前的情緒 就是走不出昔日的陰影 沒錯,來說是幫不了他 所以為什麼我會綜合性在能量上的角度,潛意識的角度 和逆經的角度去綜合性分析 這個真正幫助一個人走出陰影 還有沒有時間,或者我說一些我以前的經歷 我相當時有一個類似是這樣的 和他談了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有一個小時九個字,他是說他以前的男朋友 說任何東西他都賴回他以前的男朋友 他應該分手 然後見過了那次面之後,跟他whatsapp說有聯絡 說什麼話題也好,我企圖他已經開發其他話題 他都是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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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都是問他以前的男朋友會找回他 又或者是說男人是不是這樣的 這樣是不是代表他已經不會找回我 其實那個話題都是他以前的男朋友 他不停說他以前的男朋友什麼什麼 其實老實說,關我什麼什麼事情 跟我就無關,我是找對象 其實我已經跟他說 其實你知不知你 我勸他 如果再找對象 再去約會的時候 拜託你不要提以前的東西 因為 不是太好 他都說我是不是給你很差的印象 老實說給他很差的印象 我說不會很好 因為說人說話都是以前的東西 就知道我問了一句 一天幾百個WhatsApp都是說他以前的東西 我最後問了他一句 也不知道是最後一個訊息 我問了他一句 有沒有時間出來吃飯 好 幸好 自從我問了這句話之後 他再沒有聯絡我 他再沒有聯絡我 完全就斷了聯絡 我都落得清靜 其實他的心理狀態很明顯是不適合去找對象 他只適合可能找個心理輔導 可能找李Sir你去改他的潛意識 如果不是 你不會給我好印象 你去見誰都是這樣 都不會覺得是好印象 你說了以前的東西 為什麼你不看未來的東西 我贈了他一句 寒冬雨近 春天還會軟媽 既然你過往的東西 有他過去 始終都要面對新的事物 李Sir 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人 怎樣幫他 他們願意去找我們做輔導 去分析 其實我為什麼針對這個潛意識部分呢 會說到他們是很倒題的 甚至乎我用文字也好 寫一些正面的語句給他們 其實我未跟他們接觸 或者通電話 或者是 face to face 去見都好 他單憑閱讀的文字 可能身體層面已經有反應 反應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已經有些心 可能有些拿著拿著 或者釋放一些負能量 甚至乎也有些朋友說 為何隱隱作痛 為什麼我讀完你的文字 會有這樣的反應 是不是有事要起床 其實文字是有能量的 觸動了他的心靈的深處 其實他當時是釋放那種負能量 當那種負能量釋放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才開始不會那麼執著 有機會他們才會正面一點 其實過去的東西應該是化成一個動力 就不應該是妨礙他向前走的一個最有外力 是啊 有些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轉化 但是有些朋友未必意識到自己可以幫到手 所以需要找我們這些朋友去幫他們拆解 嗯哼 今天說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不是糾結過去 只不過是把我的相底四十四次經歷 其實我寫了一本書 不過書你就買不到的 因為已經賣光了 早前年 大前年出的 已經賣光了 但是電子書就可以送一本給你 如果你有興趣拿我的電子書的話 看圖給大家看看 你可以賣我的電子書也可以 上Google Play 又或者你說我送給你也可以 可以留言聯絡給我們 我送一本電子書給你 希望其實我出這本書 其實叫做《獨男雙體真人騷》 有一種幸福跳主動 其實我目標都是想大家知道 透過我的經歷去明白 主動有多重要 或者好像李璇說的 潛意識有多重要 你的意識告訴自己 我會找到對象 我會找到對象 就是會找到對象 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就找不到的 那你想找到那個還是找不到那個 好 那就儘管聯絡我們 送一本書給你看看 希望可以幫到你 或者幫到你的朋友也好 好 李Sir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好嗎 歡迎來到《點子風水這麼簡單》 我是李Sir 今天有James在這裡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感情再易經上真正的意義 好了 人是感情的動物 是啊 沒錯 究竟感情這個感字是怎樣解釋的 感字就是 咸字加個心 是不是有個很咸的心就是感情 哈哈哈哈 開玩笑一眼 通常來說 一個真摯的感情 一個愛情 是發生在一個童年的階段 可能十多歲 那些初戀的時候 通常來說 他們是沒有什麼機心的 是 沒有什麼機心 就是感字 沒有了心 就變成一個咸字了 在鹹字來說 在六十四卦是怎樣解釋的呢 摘、山、鹹 摘為一個對掛 為一個少女 摘為一個近掛 為一個少男 一個少男和少女走在一起 其實很容易會產生一個感情 你問他 他到底喜歡對方什麼 其實 雙方都未必答到的 那一刻 是最真摯的 所謂兩小無差 其實是形容這個階段 這個愛情是比較真摯 以及特別開心的 因為大家都是一個青春期 套用在 譬如一個識分的年齡 可能二十多歲 或者三十多歲 或者現在的社會 可能去到四十歲 都還在找對象 不出奇 我們也要抱著那種心態 不要那麼執著 不要那麼執著 的意思就是 認定對方有什麼條件 設一個框架 去對待感情這件事 不是一種買賣 不是一個生意 如果我們抱著這個心態來說 涵掛是代表這個意義 我們也要遵從涵掛所帶來的訊息 因為易經是講什麼呢 易經是講自然 大自然 易經也是大自然得來 講那些掛象 譬如天和地 有一個掛象 叫做地天太 地為主一個大地母親 為一個坤掛 天也代表一個乾掛 也代表一個父親 譬如北掛得出地天太掛 通常都比較長和 康太 也會衍生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 通常得出這個掛象來說 男女雙方都比較成熟 亦都是一個比較識分的年齡 未必代表她是年長 講過心態上他們是適合的 還有兩個結合 天和地 一個很匹配的掛象 這件事引發了我很多經驗 因為我做配對 做回應介紹 通常我們都會問 你有什麼要求 你有什麼要求 很有趣的 做了這麼多年 我發現一個現象 她不是很清楚自己想找什麼 說不出自己有什麼條件 甚至說明 真正沒有什麼要求 沒有什麼所謂 真正 我現在解釋怎樣也不是真正 如果安排不同的人給她見 當然有些事情 我們都會跟她排除 例如她是基督徒 對方是另一個教的 我們不會讓她見 她是玩小狗的 對方怕狗的 我們不讓她見 這些就很基本 除此之外 如果她條件越闊 或者她見得越多人 或者她願意 我們安排她見多些人 的時候 她找到對象的機會 其實越高 很有趣 她越不知自己想找什麼對象 她越容易找到對象 越是很清楚自己找什麼對象 那些人 設很多條件 又要身高 又要樣子是怎樣 又要學歷是怎樣 收入是怎樣 身家是怎樣 又要幾個遊艇 又幾個上市公司 又要熟什麼熟什麼的 又要什麼月份的 什麼筆劃的 又要熟什麼星座的 她說她越設定得多這些條件 好像很著數 好像很精準 好像很精準 我要符合了這麼多 12345678 A至24的條件 她才會見的 好像很精準 但是往往 對方可能未必能見她 因為我都說 配對是配對 不是你設定條件 你開條件出來 我就找到一個對象 給你 三支打印 就可以 找對象不是這樣 是你在對方選擇範圍 對方也在你的條件範圍 我們才安排你見 你認識這些條件 我找到對方的條件範圍 但問題是對方 你是不是在對方的條件範圍 這個未必 最終更難找到對象 很有趣 有時你越去 你越去 你越是 覺得 我越設定條件 你越多條件 你越設定條件 你越設定條件 這個未必 好像很英分 但其實 最終可能令到她 錯失的東西 失去的東西 更多 她越無所謂 見到一些人 越闊一些 開放條件 她越容易找到對象 這件事很可愛 所以我經常都叫 勸人 闊小笑 你不要弄得那麼窄 弄得那麼窄 不是我不幫你 是你自己令到 那件事局限了 你想局限 還是想闊一些 你想找到的機會 大些還是小些 你自己考慮 我便告訴你 好有趣 那件事 正是感情事 兩個人找對象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經驗顯示 即使你設定很多條件 也好 我們有時 老實說 不是說 你設定十個條件 二十個條件 我真的可能未必 一定要符合 所有二十個條件 我才讓你見 未必有這樣的人 符合十六個 我都要讓你試試 看看你見不見 最終可能找到的 對象的人 可能一個條件都不符合 他 都不出奇 我試過有個客人 男士教書 很斯文 他説明是女士吸煙 他是很反對 很反感 最終在我們找到的對象 就是吸煙 女士吸煙 絕不出奇 絕不出奇 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曾經說 我曾經也想著 不要找教書的女士 做對象 我老婆就教書 整件事就是 這麼奇怪 整件事就是 會不會兩件事 都有一些很圓妙的地方呢 李先生 在我們的角度 就很簡單 我們純粹去看一個 易經的掛像 已經可以分析到 大家的感情狀態 或者是可不可以長久 通常來說 在易經上面 有一個叫做 雷鋒行 行狗的行 這個行掛 得了出來的話 通常感情 或者婚姻 是比較長久一點的 另外一個掛像 通常會出現 就是雷澤龜妹 這個掛像 通常女士去 訂到這個掛像的話 其實我們會看到 她是很恨嫁 或者她盡快想找一個 對象去結婚 通常這些掛像 亦都是比較好 我們亦都 當然會配合她們的命格 看看她們那個 有些甚麼地方 不足之處 或者是否真的互補 這樣來說 亦都會很清晰 總括來說 我們一定要遵循大自然的規律 既然人是感情動物來說 我們亦都需要 真是說 去了個心去 這樣才容易去覓得真愛 那個法則是怎樣的呢 剛才你也說過 因為通常很多人說 大自然法則就是 大自然法則是甚麼呢 我們在感情方面 真的要去了個心去 無心 這個心可能是基心的心 不是一個 可以觸動到人的心 你會理解嗎 我們用字面去看 因為通常《易經》都在說一些 六十四卦的寓意 亦都是用文字去表達的 中國的文化是很獨特的 如果把一個字去拆解 其實它的寓意是很深的 我們亦都將這件事 去應用在工作 或者感情方面 或者是其他健康方面 亦都可以的 那今天的題目 我們當然是講愛情 我們很需要去了解 原來這些掛像是很幫到手的 亦都知道掛像的得利 其實是真是大自然的 所以有時 你越緊張 越… 就是… 越… 越… 給那些規限 或者越多要求 反而可能你… 或者叫做越強求 越可能得不到 越… 越開放 越… 越… 無所謂的 開放之的態度 可能你越容易得到 很多時候 就是… 很吊軌的 那件事是 你很難… 你很難想像得到原來 你… 你越不去… 你越不去… 你越不去要求的 可能得到的回報 可能… 是最理想的回報 對不對 是啊 或者我重複一次 當然… 好像一些小孩子 一個初戀的 其實是最開心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的 他沒有考慮到 你有沒有錢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社會地位 你有沒有遊艇 有沒有各樣各樣 其實他未必考慮這件事 純粹兩個人一起開心 可能就是這樣 兩個人一起開心 就是這麼簡單的 可能就是最真摯的感情 沒錯 好了 今天我們說到這裡為止 有機會我們再請James 來分享其他不同的故事 好 多謝大家一切 多謝了 以上也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了 拜拜 拜拜 拜拜